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卫视车 我是陈乐 今天来聊一聊这辆本田的Inspire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辆车就是雅阁的兄弟车型 那么今天咱们就用更简短的方式来了解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 第一个令我喜欢的点就是在外观部分 这辆车的尾灯相比雅阁是更好看的 而且它的前面和后面的转向灯都是一种流水点亮方式 看起来更有科技感 还有就是这辆车的离车自锁功能真的是非常贴心 另一个招人喜欢的点就在于它内饰所有旋钮的手感都特别的棒 这种清脆的手感就像我在开一个非常昂贵的保险箱 本田的这一套按钮换挡机构真的是非常好用 而且有科技感 不知道比那些旋钮高到哪里去了 液晶仪表盘里面UI设计非常好看 而且响应很快 很有PlayStation的风格 另外就是前后排座椅都很舒适 而且它的空间在同级别非常有优势 并且顶配车型在后排也有座椅加热 并没有因为它是混动车型而影响它后排箱的实用空间 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赞 这套动力总程非常的香 首先初段它的响非常快 有点类似电动车的感觉 并且在同级别它的油耗也是相对很低的 Inspire的顶配车型是有可调节的悬架的 在舒适和运动之间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要知道这一个配置可是雅阁没有的 它的主动安全配置也很高 不仅有车道保持和ACC自适应巡航 它的自适应巡航还支持低速跟车 这一点在拥堵的城市是非常好用的 第一个缺点就是作为这个级别 这个车系里面的顶配车型依然是没有配备方向盘加热 这一点确实有点遗憾 第二个缺点即便顶配车型后窗也不是一键升降 要知道雅阁可是有这个配置的 第三个缺点就是这辆车48升的油箱确实有点小了 没办法给人带来那种加满一箱油续航七八百公里的那种安全感 最后就是车型推荐了 其实这辆车整体的售价区间我觉得在这个级别 关注性价比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入门的混动配置 那么如果是想买一辆车自己踏踏实实用上几年 我推荐关注一下这辆顶配版本 各方面配置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OK这一期飞车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和建议 欢迎到微博来找我 我是陈乐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